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地方真的好像片長 久班來了 早安 早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走到這條街我發現 這邊每一個地方都好像片長 這是一個人的家喔 對 這就是以前的船舟 這也算是老捷啦 現在都沒有人住了 這都沒有人住了 對 OK 酷酷酷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現在吃早餐 一定要 好餓喔 大家都餓呆了 要吃一下內埔的特色小吃 非常特別的 對 是不是 就是內埔在地人都會吃的早餐 這什麼叫吃在地的 非常有特色的東西 胡啊 胡啊跟大黃胡啊 我們這邊叫瓜盤啦 阿明蘭話是胡啊煎 這就是客家人的蛋餅 喔 真的啊 因為有料理會加蛋啊 還有味噌湯 天啊 老闆真的太佛心了吧 他一份才賣幾十塊而已 小時候就這樣喝了 我好期待 我們等一下那一座一定會很清潔 對 就是這家店 很古老的味道 你在外面找不到這種 哇喔 客廠老街裡的小麵店 聽說呢 是內埔遊子回來必吃的老店 久般說啊 這裡除了好吃的麻將乾麵 後面的客家火房 也是很有歷史感的建築唷 哇喔 這算三十二月 這就是你以前小時候住的地方嗎 文葵 所以你們的麵店的名字 就從上面這個餅而來的嗎 喔 很有歷史的味道 哇 好 來 久般說要來介紹我們 在這邊最道地的吃法 這個一定要加這個 蒜蓉醬 蒜蓉醬 老闆今天有點恰恰 焦焦的感覺 真的好像韓式薄煎餅的感覺 三片二十 還包含味噌湯 有 哇 它有點像很薄很薄的甜不辣 加個蛋真的不錯 這個醬是有點醋 對 它沒有加醋 這邊客家地區很喜歡 把國醋當調料 嗯 包括吃這個麵也是 那我想先吃板條耶 它這邊板條是油蔥酥 然後 肉燥 主要是靠油蔥酥 要加醋嗎 一般內補人會加醋 可以加醋 那我今天是內補人 太酸對不對 太酸對不對 內補人 吸進去就會嗆到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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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實在啦 因為板條基本上 它沒有太重太重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把油蔥酥 肉燥 然後再加上酸香的味道 加進去之後 滿滿的香氣在上面 可是我覺得沒有加酸好 我感覺就不對了 少一個味道 客裝的步調 因為不像大都市快速 所以呢 這些酒班從小吃到大的 在地美食 現在都有保留下來 竹東市場 是全台灣最大的客家市集 而說到的客家菜呢 你一定會聯想到 最傳統的板條 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 日新月異板條 吃的方式只有一種嗎 板條的料理方式 也只有一種嗎 那可不一定 來去看看 哈囉 黃大哥 你好 是姓黃沒錯吧 是 對 因為這裡是 就寫得很清楚 對 我們六十年的店 是 那是第幾代 我算是 應該算第二代 白米飯 還要多加一個 一道工序 把它變成白米 因為之前客家人 在農芒的時候 可能煮飯的時候 很難化 所以這個板條 可以先做起來 我們在割道 或說我們在農芒之間 我們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很快速的 少來加 對 就跟麵食一樣 對 它其實算是米食 對 它算是一個 米食在加工 或跟麵食 它其實是怎麼做的 板條是怎麼做的 我們的板條就是用米 對 米 最初之前是洗米 就是像這樣子 一圖一圖戲 米 然後磨 然後倒 然後倒 現在呢 現在我們已經有把機器改了 就是變成輸送袋 也去世的 而且我們有用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機器數位化 真的喔 就是我們可以 米的調整 也可以數位 水的調整也可以數位化 這樣會讓我們的米質更更變 亮化了吧 來 我們去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沒關係 我考一下快點 現在變機器的耶 對啊 我們現在機器 都已經數位化了 但是 好 你說你是第二代 對 當你要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第一代不同意 你們爸爸媽媽不同意嗎 對不對 對 他們還是喜歡用原來的方式做的 對 因為做習慣 可是我們會做得很累啊 尤其像冬天的時候 我們一次要洗米洗二三十多 對 然後一同要洗三次 對 洗三四個小時下來 我們都沒辦法負荷 所以那你這樣跟他 跟長輩講的時候 跟爸爸媽媽說 他們就是這樣 國東很久啊 國東很久 所以現在這個是怎麼做 你現在就下去了以後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從這邊洗米開始 洗米嘛 對 這一個米 這一個是大米草 大米草 對 洗好以後 我們來這邊抹米 送到這邊來 會自己送過來 對 我們有輸送的管路 對 送到這邊 然後你抹下來 抹成薑 抹成薑米這樣以後 我們已經會攪拌了 攪拌 攪拌好了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 來到這邊 對 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是黑糖 我們做的黑糖板條的原料 等一下 你做什麼板條 黑糖 我們用寶山的黑糖 黑糖板條 基本上這個板條做好 就可以直接食用 那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因為我們 我現在103歲的外婆 外婆 對 103歲啊 我 十幾年 大概 十幾年前的時候 因為他很喜歡吃甜的 對 他就捧著那個紅糖來說 能不能做甜的 對 那我們就說 現在老人家要吃 那我就吃了 做給老人家吃吃看 把他自己家裡在做 我就做 做一次 好吃嗎 好吃啊 好吃 好啊 然後這裡呢 做成薑了以後 你現在加下去就變成 你現在加下去 我就可以做黑糖 真的嗎 你可以試一下嗎 對啊 沒問題 怎麼做 我幫你咬 我可以倒嗎 可以 這樣嗎 對 這樣 對 倒進去沒關係 好 不要有疑慮 對不對 對 我們要冒險的天上 好... 然後再繼續嗎 對 因為現在還不夠 還不夠我們的滾蛋 好 還可以再來一個 還可以再來一個 對 感覺看起來好像米漿喔 好像不像黑的 好像有點像咖啡耶 咖啡耶對不對 這樣 好像可以了 就這樣做 對 他就把這個米漿帶進去 然後過那個鋁帶 輸送帶過去了以後 他就開始一直蒸 蒸到那邊就熟了嗎 對 這樣過去要多久時間 他會好 這個大概兩分鐘 這麼快 對 那我們來去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黑糖 那個... 那個不要的給我啦 等一下我有很多不要的 這個... 這個可以吧 我這個可以拿嗎 可以 它不燙耶 不燙 你都很燙耶 你都很燙耶 這可以吃了嗎 可以 這個就可以吃了 起來就可以吃了 喔 你吃啦 真的啦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溫的耶 我跟你講 這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剛剛突然間想到 不是 它很像我們在滷菜店 切的豬皮 有沒有 很像滷菜店的豬皮 對... 但之前很好吃耶 好吃啊 哇 沒想到一個是客家傳統美食 版條 客家庄 客家村 你一定會點到這一道菜 但是被你們搖身一遍 連製作的方式都新的 連口味也創新的 是 哇 還有什麼吃法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本來去做一些手捲 也沒有包括不一樣的食材 真的嗎 就是跳多一些比較傳統 各家 食用版條的方式 退伍後 就在家幫忙的黃大哥 接手經營以後 利用學校所學理工知識 將傳統手工製作流程 改進為半自動化作業 不但減少人力需求 更減輕工作量 除了版條製作變輕鬆 口味上也有突破 當白衣披上黑皮 米香多了黑糖香 吃法也很不一樣喔 怎麼捲 我們現在捲我們的青石捲好了 青石捲 對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有很多的蔬菜他不喜歡吃 對 然後我們有時候就會 出去野餐啊 露餅 那我們的版條能怎麼樣 讓它呈現西式化 讓大家去接受 那變成是說 我們準備了 有很多材料 這些都是我們用 稍微蒸一下 讓它原汁原味 海苔筆把它放到版條上面去 那所有的食材 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有的食材 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現在咧 這個酸菜要包什麼 那 傳統的客家就是酸菜 對 但是如果你配飯那些 雖然是很好吃 可是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版條去創新的話 我們就是用我們的版條去包裹這個酸菜 OK 就這樣就可以了 對 如果說你們有時候野餐那一些的話 有這道食材就非常方便 對 這個米食這樣弄 就變得很有感覺 對啊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好吃喔 那豆腐乳可以開一罐來嗎 我跟你講這會好吃嗎 相信我 這絕對會好吃 他們想要吃喔... 要啊 這大家等一下都要一起吃 阿嬤要不要吃啊 阿嬤沒吃到啊 阿嬤你也吃到嗎 阿嬤有吃到喔 你也是有良心 不曉得他要不要吃吃 不是說良心 我怕被罵 不對 因為可能幾輩吃的都是比較 中規中矩的口味 突然間給他來一個 要等個方法 我送料理就送料理啦 阿嬤要吃嗎 阿嬤你覺得本條加豆腐 我們有吃過嗎 好吃啊 真的 你果然心潮 走在時代的尖端 我等一下弄一個臉子 我們這邊的豆腐 我們有一瓶豆腐 超好吃的 有...我現在就在弄 很多人來叫我賣他 那是人送的 成年... 成年送的啊 所以把你包豆腐 好脆 絕對可以... 不過豆腐 你加一點高麗菜進去也好吃 好 我剛剛這樣子看 我又可以吃到 米... 米的米的感覺 太鹹了 我跟妳講 因為他這個醬很多吃 不是出口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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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因為他的豆腐食太多了 你看 那辣椒現在太多 又加辣椒 對不對 阿嬤 不是那麼厲害 你是幹嘛這個 這個... 給我爹的愛鮮 對 應該會 我陪妳一起吃 不能說... 跟人家說 那給阿嬤吃得當百公司 不會 這... 很香 這個豆腐乳酸 妳有放辣椒是吧 一定... 不太敢吃 我... 湯 湯 湯 你咬一咬再多湯 我咬了 咬到豆腐乳 好吃啊 可以啦 搭啦 那要不要研發這個 叫你兒子研發這個口味 可以啊 這個如果加一點高麗菜也好吃 對 2011年正式接手家業 在黃大哥夫妻的堅持下 傳統版條在製程上有了新的變化 但也有始終堅持的不變 堅持使用彰化和美雲林西螺 一年半以上的老再來米 磨製而成的純米版條 無任何添加物 要用最純粹的米香 傳遞樸實的好滋味